大家好,欢迎踏入国学天地,一起揭秘命运之轮,打造和邪副指的生活空间。 美国牧师布兰登·比格斯早在四个月前就预言川普遭遇暗杀,而且诱饵重担,甚至连攻击细节也描述得相当精准,其神准预言一下子在网上爆红,现在他频道的订阅量三天之内翻了一番。 布兰登在7月20日又紧急发表了《神让我看见巴黎陷入火海》的新语言,警告法国将因恐怖袭击而陷入火海之中。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布兰登先跟大家打了个招呼,然后他说,首先我有一些事情想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相信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有很多人问我,我是否觉得四月会有什么事发生? 我的很多朋友家人通过邮件或短信联系我,问我一个关于预言的事,这个预言来自东部的克里斯牧师,我相信他听到了上帝的声音,对于这个预言,很多人想知道我的看法,我的看法是他所看到的部分是可以通过祷告来阻止的,这只是我的个人意见,因为我是在我的圣灵那里感受到的,我知道克里斯牧师的确听到了神的声音,因为还有其他像我们这样的人也听到过神的声音。 神曾告诉我,他们听到的的确是神的声音,布兰登说关于四月份的预言,我已经听了四五遍,并在默想神所说的内容,这个预言有一部分是关于基督徒的财务突破的问题,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 但是布兰登还看到了四月和五月会发生一些重要的与经济有关的事件,因为他看到的景象是杰伯姆鲍威尔吹气球的景象,杰伯姆鲍威尔是美联储主席,所以布兰登认为这个现象应该是与经济有关,而且因为鲍威尔吹的气球越来越大,布兰登认为这个现象是表明美国的通货膨胀 因为在吹气球的时候,气球会有震动,所以布兰登觉得这可能意味着经济会出现波动,布兰登说,我的感觉告诉我是利率可能会降低的意思,但这都只是我个人对现象的解读,当我告诉你们,到了七八月份,我看到他又开始吹气球了,气球又变大了,这次是建筑物标志性的高楼开始摇晃,房屋开始震展,就像在他们的下边发生了地震一样,但这是因为经济, 我看到房地产市场出现了问题,不停的震荡,接着我来到了十月份,这回我看到气球爆了,但他们努力掩盖这个真相,直到选举之后,接着我看到了鲍威尔在流汗,不停的流汗,这个气球在十月份时间框架内爆裂了,布兰登说,克里斯雷德牧师的预言提到,四月份会发生一些事情,他也提到刺杀未遂,我也曾跟大家说过,也曾发出过警告, 布兰登说,克里斯牧师看到的是1960年代的景象,大约是68年左右,是马丁鲁德金被刺杀和KFC被刺杀的景象,事件发生的时间是芝加哥时间,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神让我警告芝加哥,我看到芝加哥的温度在上升,达到了一个高温记录,我不知道这是否与即将到来的民主党大会有关,但是我看到在这个夏天,我不知道是一天还是两天,不管怎么样,我看到飞城整个东北部温度都非常高,这是我祈祷时看到的,上帝指引我看到,芝加哥现在看起来真的非常有意思,他们也就是民主党人在那里举行会议, 克里斯牧师说的回忆,我没有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过,但神告诉我,再看一次芝加哥,神给了我一种感觉,我问神除了高温还有其他吗? 神就提示让人们祈祷,布兰登说,神还让我看到,在2025年将有一场自1930年代以来最大的经济萧条,我看到的景象中就是鲍威尔在吹气球, 7月和8月时,经济开始震动,高楼大厦和房屋开始震战,10月份是气球爆炸了,这意味着会有重大的经济问题,可能在选举之后,布兰登说,现在我要说的是,今天我在祈祷,是神让我看到的事件, 但不是发生在我们这里,而是发生在欧洲,我今天看到了法国,我看到马克龙,看到埃菲尔铁塔周围烟雾滚滚,我看到像是地平线,我看到烟看到火,我不知道是怎么着的火,但我相信是某种设备导致的,就像我说的我不确定,我看到了有不好的决策出台,我看到有敞开的门,然后我听到了神告诉我说,在欧洲有些事情正在加速发展, 我看到了马克龙推出的第一季度的一程,正试图在欧洲地区变得更加强大,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这将加速甚至导致更多的末日事件,这非常严峻,我不知道具体的时间框架,我只是把我看到的告诉你们,这可能发生在这个夏天,发生在现在,可以是任何时间,我不知道,布兰登说,接下来谁让我看到了奥运会,并让我为奥运祈祷,我不能把神给我显现的全部都说出来, 因为这不明智,但是我要对那些生活在巴黎的人发出警告,我之前讲到我看到了埃菲尔铁塔周围发生的火灾,我看到建筑物着火,我看到马克龙,但如我所说,我不能把我看到的都说出来,但我告诉你们,我感觉这与恐怖分子有关, 在这个时间段,我看到一个游泳场馆遭到袭击,之后与此次奥林匹克有关的被隐藏的事件被揭发出来,这次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什么损失,布兰登说要为奥林匹克开幕式祈祷,有意思的是,以前我祈祷时,神会给我提示,告诉我唯一一件事祈祷,可是这次我好像在全球跳来跳去, 神让我看到恐怖分子密谋的战略计划,以及他们要试图做的事非常激烈,对了,我还看到一列火车,我看到一列火车从德国进入欧洲其他地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象征,但对我来说的看起来是绿的,他们也就是恐怖分子把爆炸物放在了这列火车上,这不是闹着玩的,就像我说的,这是一般从德国驶出的客运列车,布兰登说,我是否相信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 非常严峻的时期,我的答案是肯定的,神告诉我们,要为未来的世界做好准备,购买食物和水,以及备用电源,神让我告诉你们,要准备好保护自己和家人,布兰登语气沉重的说,希望2024年,对你们来说,是一个腾飞的一年,谁有更大的计划等着你们,我看到即将发生一些可怕的事情,有很多人可能会提早回到天上,我不想吓唬大家,而是想提醒你们要警觉并做好准备, 布兰登的意思是说,2024年,将会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灾难,很多人将在这些灾难中死亡,为了让大家做好准备,他总是提前给大家警告,比如在2024年7月4日,布兰登在他的预测节目中,就警告大家, 他说神像我显现了一场惨烈大瘟疫,我看到很多人离时身上蒙着白布,太沉重了,届时将多好好伴有云类探头,员工不应该出门,号称回收奔赴他的新娘,被我上去了,白卡存在该有朋友,真的其中全部京东什么队吧,牙疼都好了,毛巾,我such believe this,最后我在一堆, 让我们用东中国东都能传统生产者太好或忠诚做派对,任何北方运程,中国要珍惜过去怕寒了,我们高可以的真情好久,别人要给也容易太黑,希望这个生命才发了女孩,已经梦想曾给走顶级给这样给我,你都算是一梦想生中要想走的,都折还要走全神加了这CPC,总有多梦的,比方第五五五五我都可以,妈咪英国那边,你我听见了, 高中我们是这么某地方局,等了我光在看CFO要横生,追三个波曼妮,PASS,你刚才看到,确实刚刚在歌手回去,我们什么广告对口,都还能收费,更方便,买点果蔬被烧开,买了多张大嘴巴在家,高手还应当享受,不会说你光在写GAY博拉,哈哈哈哈,唐山哥曼妮,PASS,呀,很松,搞定好紧张,根本我去过手工一花,应该用哥博马尼帕斯军场,同银行商场外, 败类在打击等功,好像高达港北8888,你刚装上更烧给害我,好像总是求购买的基本掌上来语,拜拜,还有三亿五千万人会丧生,在美国有三千多万,布兰登在讲述的过程中,多次伤心到忍不住流下眼泪, 布兰登表示,这场瘟疫会让人觉得人世间的名语力都是一场空,布兰登还提醒大家,需要从本质上改变才能获得神的庇护,但如果等到瘟疫来敲门时才想到神,那为时已晚了,还有在2024年6月29日,布兰登还发布了一则预言警告,神向我展示了西海岸被一场地震袭击的预言, 关于这起地震预言,我们将在后面的节目中给大家详细分享一下,在这些可怕的灾难预言中,布兰登也同样告诉大家,真正做好准备,这些准备包括一真正的食物,如果停电几周,你的一副食物将会编制,考虑如何在冰箱无法食用的情况下生存,储备不亦腐坏的食物,如罐装食品,大米,豆类和其他主食,而真正的钱,在银行关闭, 和数字交易不可用的危机中拥有食物,现金,黄金或白银进行交换,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三,真正的能源,没有电力时,你需要替代能源,考虑太阳能充电器,发电机或用于取暖的目录,四,真正的需求,必需品包括卫生用品,急救用品和清洁水,考虑在没有这些必需品的情况下,你会如何应对,特别是在极端条件下,如寒冷天气或干旱的情况下, 其实在今天各个国家的不同肤色的讲述,不同语言的宗教人士也好,通灵者也好,预言者也好,都在讲述着人类所要面临的大灾难,都在讲人,只有在灵性上提升,说白了,就是回归对神的正信,提高道德,才能得以存留,希望人们都能仔细的认真的想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地方都在讲述着大致相同的事情和理念,这难道不是神的解释? 是吗?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如果有什么建议,就在下方留言吧,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